今天6月4日故事的标题叫黑客第一人 那对应的历史事件是1903年 这个上个世纪的头十年了 1903年6月4日下午 伦敦皇家科学院礼堂里挤满了 好奇的人 好奇的人 会场安静的连咳嗽一声都想打雷 所有人都在屏息等待 观看一场历史性的科学展示 什么展示 就是历史上头一次 那个无线电 就是那个无线电 叫远程通信的这个实验 但是呢 我们现在在课本当中都知道 这个实验是成功了 可是这个成功的这个叫之前 发生过非常非常不叫可怕 非常搞笑的这个 非常搞笑的这个叫事件 所以这故事就才还原了一下 那么马可尼请这个弗莱明来做顾问 为他站台 想借用弗莱明 弗莱明的是著名科学家 约翰弗莱明啊 就是他那个是也是电学方面的 那马可尼呢 是意大利人 意大利人 当时他在就是6月3日 这个伦敦 伦敦这个 因为叫啥来着 1903年 世纪之初 这个英国还是日不落帝国 整个世界的科技前沿 所有重要发明 都是英国皇家科学院的 相关的这个院士 整出来的所以你想有一个科学发明或者科学实验 想第一时间受到当时全人类的这个叫科学家们的认可 包括其实英国包括除了这个之外 他的媒体也非常发达什么泰晤士报啊什么太阳报哈哈那是全球发行的啊全球发行 因为他的所有殖民地里头的这个叫叫总督都会定这个相关的这个叫祖国的这些报纸 所以随着这些报纸定期的那个游轮的这个叫啊这个送地啊 那么所以英国他发生什么事情全世界反而能够第一时间知道其他国家发生事情后啊那等吧几年之后才能再知道那好 所以他在他在伦敦现场呢是是弗莱明那么在480公里之外呢是意大利 意大利的那个马可尼啊他呢是建造了一个发射发射台那向皇家学院发送信号啊他宣称他的这个无线电装置可以完全取代传统电缆来收发电报 这样的话我不用架设这个叫叫啥来着电线啊那么成本又小而且呢是啥呢保密 更重要的是他保证只要调到特定的频率别人就无法截取绝对安全可靠啊这是无线电无线电马可尼他当时进行公开最重要的一次公开演示的时候宣称的啊他比这个有秀啊不是有线电报啊更更更更先进的地方 因为有线电报大家知道那其实就是电路电路的那个呃呃呃后季断啊就或者是断或者连 所以任何一个人找到这个无线电的这个叫啥来着这个电线啊就把它拨开皮有没有皮当时有没有皮的不一定随便搭个线就可以听到里头这个电报声音这个根本没法保密啊好结果呢就是说啊呃 弗莱明正要就约定的时间比如说9点啊他这个叫8点半正准备讲话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接收器就开始响了 啊弗莱明本来以为马可尼搞错了时间提早提早发送了但是放在一旁的这个这个摩尔斯马打字机啊就摩尔斯马打字机就当时呢电报已经办自动化了他可以自动把这个叫发送来的这个叫寄电那就是按照摩尔斯密码的这方式把它翻译成翻译成这个叫正常的英文给打印打字出来就打字机那个时候也可以自动了啊结果打出来的是write write write write啊就是鼠背鼠背鼠背接着还打出来一个 有个年轻的意大利小伙他是个花烟巧语的骗子接着又是一串莎士比亚打油尸都是在嘲弄马可尼观众从惊讶到焦头焦头吉尔最后哈哈大笑 就这事过了之后呢过了几分钟按时按点马可尼的信号才真的传过来弗莱明这边接收端也很顺利一字不差 但问题是啥呢马可尼当初宣称的这个是安全可靠的这一个话呢是就完全给吹破了那被就直接现场打脸很明显是有别人的信号呢中途插了进来 而且那当然能插进来也可以中途把信号的中途节奏根本无法避免被窃听 所以这是史上第一起黑客事件哈哈哈哈黑客就这个黑客当然这个黑客好吧这个可见这个台湾出著名出版出版专家啊这个叫郝广财老师呢他也分不清楚黑客和汉客的区别 黑客黑色的黑他那是哈克哈克哈克的这个叫翻译方法 但是这一种通过技术手段破坏别人的系统通讯链路啊侵入别人的系统或者是线道 信道的这个叫行为呢他叫骇克啊就是骇克帝国里头的骇克不是metrics是crack 是crack c-r-e-c-k-e-r是属于破坏crack就是把东西给踩踩碎的踩踩碎说的那个那个暴力声音crack然后加上一二crack那是骇克根本不是黑客 但是这个里头的因为媒体里头以恶传恶把所有这种啊去构建系统改变改善改善系统性能让世界更美好的黑客都都这个叫啥来着他的名字都给都给安到这个叫影视剧里头各种各样入侵别的系统搞破坏去偷情报或者搞恶毒剧的那个hack的身上了 这个我作为这个叫老程序员的老程序员得得得抛白一下啊那么 那么后来呢是后来呢这弗莱明还专门写了一封信投到泰晤士报啊泰晤士报啊那是全球性的媒体 称这个恶毒剧呢是科学史上的流氓事件是对皇家科学院优良传统的羞辱啊 那么他呼吁读者帮忙来捉贼一起揪出揪出这个恶棍那我们现在呢把这种这种搜索行为呢叫人肉搜索啊不久呢这泰晤士报 因为泰晤士报他的这个记者也是变天下啊那我估计是好几好几十万好几十万人跟现在的现在的那个叫什么什么纽约人什么的全球的这种无论是这个叫全职还是兼职的这个记者一样多啊后来真的是找着了 这个史上第一位黑客他叫内维尔马基马斯基林马斯基林是一个魔术士他也是出身发明世家他老爸甚至发明过投币投币厕所本人呢他对无线电专业也很深但是因为马可尼提前申请了专利所以害了他呃害这个叫马斯基林的他研发的呃所有的这个叫产品心血都通通白费因此怀恨在心愁错了这次报复行动呀那这 那一次就是呃现场呃被打脸的呢是1903年6月4日下午而他早在1901年12月12日马可尼成功实现无线电跨越大西洋的实验的时候呢马斯基林就已经投身到马可尼对手的公司当中并且帮他们窃听马可尼的信号然后呢利用这一次皇家科学院的科学秀还结结实实打了马可尼的马可尼的脸算是出了口恶气 那他怎么打的呢其实他就在英国小镇波斯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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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海岸设立了一座五十米高五十米高的天线柱当他的黑客武器啊至今仍然保留在原地啊这个这个算是一个非常非常搞笑 也非常那个叫啥就是黑客或者跟骇客黑客是是构建建设世界骇客那是破坏世界但是大多数骇客他的技术手段其实呢并不高明完全全是靠相关的资源投入也就是说他如果就就在上个世纪初也就差不多叫一百二十年前你想建立一座五十米高的天线柱想想要花多少钱啊 而且这五十米高的天线柱上他这个当年的这个机械结构可能也算足够精巧吧但是他也不知道或者说他大概知道当时呃03年在那个科学院进行啊进行实验的时候马可尼用的频率是多少频率其实无线电频率每一种频率对应的接收的这个叫天线的长度是不一样的那他在五十米高的天线柱上要搭 很多个这个叫不同长度的这个天线才能够精确的呃捕捉到啊才能够合适的捕捉到他那个呃叫啥马可尼到时候用的无论用哪一个他都能捕捉到所以这个成本很大嘿嘿嘿所以归根到底啊这个呃世界上第一个黑客或者是骇客啊他搞的这个行为呢跟后来的这个叫黑客骇客的行为呃也很类似 都是要有足够的这个资源准备比如说经常大家听说的那骇客组织起这个叫什么来的DDOS攻击啊就是他发动全球上百万个肉机向同一个地址发起请求来完成攻击或者说让逼子逼对方的这个系统的露出破绽那问题是这上百万个或者说至少几十万个啊肉机的这机器是哪里来的呢那都是通过前面几年慢慢积累出来的一个接着一个无论是用什么 什么方法把这些啊windows的这个这个机器呢预先安装好自己的啊自己的这个叫黑客软件骇客软件加以控制然后这样才能够到在精确的时间点上控制这么多啊电脑发起这个请求等等等等啊所以所以这其实都是啊技术很简单啊纯粹是看你投入的资源够够够多那世界上啊世界就是这么个草牌般的OK以上 大妈感谢大家订阅观看或收听大妈的多重宇宙 祝大家生生不息繁荣长盛